謝謝主大家好不好啊 恭喜我們都要一同領受這樣子的負擔 不僅我們盼望在聚集中 我們都能夠一同領受這樣的負擔 我們不僅要走出去 更是要用神的話來餵養人 謝謝主 就是我在這個 在預備這次訊息的時候 我就非常摸索幾個點 然後想給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需要是 先做一個預備好的人 我們在每次的家宿會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先在那裡操練用我們的靈 然後當我們帶領人 有這個導讀讀足的話的時候 我們不是僅僅在那裡是一個規條 是一個的形式 這樣子的重讀中讀 然後講話吧 我們不是只是做這樣子的例行的公式 乃是用我們的靈來接觸 來摸索人的靈 我們叫人在這樣的家宿會中 能夠來摸索基督 我們叫人有真實的享受 而且我們不僅是帶人的靈魂得救 我們在這裡要之後呢 給大家一個負擔 我們更是要來成全人 大家想想 家是怎麼樣一個地方啊 家是一個叫人覺得舒暢的地方 是一個叫人覺得安心的地方 家更是一個成全人的地方 像我們的父母是不是這樣啊 我們的父母是非常的柔細的照顧我們 要顧到我們一切的需要 同時他也是教導我們 在為人處事方面 應該要如何的來做 同樣的 我們也是做人屬靈的父母 因為我們不僅是供養人 患難 顧到人 這個他們的需要 不僅有人性的需要 也有神性的餵養 我們也是要來成全人 讓我們成全起來 在照會中做處子 如此我們 在我們的福音節節過後 我們雖然得了許多的人 但是我們也失去許多的人 這些非常在我們傷痛的 對啊 所以我們都要領受這樣的負擔 我們不只要得人 將人帶到照會裡面 我們更是要來成全人 叫人實際的摸著足 叫他們能夠經典功用 能夠將他們托住 謝謝主 所以我們在這個張聚會前 我們都需要先預備好我們自己 我們需要操練運用我們的靈 我們需要比我們所牧羊的人 加倍的運用我們的靈 需要加倍的享受 如此我們才能夠摸著人 謝謝主 並且我們在這個 也許在我們平日的操練當中 我們也許 我們不只是在這個 一週的約定的聚會中 才去供應人 我們更是在我們平日 我們就需要 為我們的小羊 為我們所牧羊的人 有堅定持續的討告 所以我非常摸錯這個點 我之前就想說 我們為什麼要堅定持續的討告呢 神既然都會聽我們的說話 那我們為何要一直的 把這樣的負擔交通給他 然後我在之前呢 這個讀經的裡面 神就給我一點的亮光 我們堅定持續的禱告 有兩種的功用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要向神審出我們的心意 向神顯示我們是何人的迫切 我們是何人要將人 能夠代導到神的面前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要突破這天上的迎雷 我們在這裡 與神同功 與神配合的時候 同時 撒旦也是在這裡 這個 做功 對啊 我們的討告也許已經 神已經應許了 這個應許已經 發落下來 但是 撒旦在空中 他還是會在那裡的阻擾 所以我們就 時時等不到我們 所期盼的這個應許 但是我們人就是需要在那裡 堅定持續的為人祷告 我們祷告之後 需要有一種的標的 要有一種的目標 那是什麼呢 我們不僅是 不僅是人得救而已 更是要將人成全起來 做他的柱子 對不對 謝謝主 並且呢 在這個 我就能夠做這個 這個書號中 一弟兄就給我們看到 非常多這個實行的路 他就是一步一步 非常實際的大領我們 當然我們也是領受這樣的負擔 就是 就是 就照著這樣的步驟 我們就是 越操練 越操練 但是非常重要的點 還是 我們需要是一個 先與主 這個 負擔是同一個人 需要操練用的靈 我們不僅是一個規條 我們這些步驟 都是 可以來做自由的變化的 但是我們就是要 順從那裡的帶領 在我的經歷中 我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享受 有一次呢 就是 就是 我一直都餵養一個 一個 一個弟兄 然後我都是照著這個 這個 固定的步驟 但是有一天呢 我就是忘了準備 然後 我就去 這個 見這位弟兄 然後我在這個路上 我就說 主啊 我都 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 這個書寶 預備的書寶 我忘記準備了 但是呢 說你給我話語 能夠來控令人 去看那裡 女主的交通 欸 當我遇到人的時候 我就開始 提他操練靈 挑望他的靈 欸 主要給我一些硬實的話語 然後我也聽見 看見 這位這個小娘 弟兄的需要 給他一些不適的幫助 欸 那次的家具會對我來說 對他來說 這非常的甜美 特別是甜美 因為我們是在那裡 是在這個那裡的水流中 對 女主是一 謝謝 我們 我們 我非常摸索 我們在地上 我們是與主同工的一般人 對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啊 對 我們是與主同工的人欸 對 你可以為著 為著要得主 為著要將人成全起來 跟我們可以與主有些的交涉 對 我們祷告與主 將我們的負擔交通到神那裡 對 跟神也將他們的心意 起訴到我們裡面 對 然後來來回回 哇 我們就是與神同工欸 對 我們就是在與神 一同合作的 將人能夠建造 能夠成全起來 對 謝謝主 對 而且在這個 這個 前面的這個課程中 有說到這個 化靈倡導的實行 對 然後在我的實行當中 我的步驟是 靈化倡導 我們首先當然就是要操練用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負擔 就是我們是要在那裡的水流裡面 對 並且很重要的就是第二部 第二部的這個 化 欸 也是李弟兄在這裡 這個交通給我們的負擔 對 就是我特別摸索這個化檔 因為他這邊 我們這篇的編題是 用在家聚會中 用神的話來為養人 欸 那如何叫人摸索這個神的話語呢 對 我們常常帶人導讀 欸 但是也許這個 這個對象 他就覺得 這個化跟他好像有點距離 欸 那也許我們給他 給他們一些合適的幫助 也許我們可以簡單的 將這個 這個主持呢 這個換成我們 你們 然後就會 在在 帶人導讀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欸 這個化好像是跟我發生關係的 對 哇 他在這樣子的操練操練之中 也許在家聚會結束之後 再回到他的生活中 也許他會遇到一些難處 對 他也能夠想起這樣的操練 因為這個是與他發生關係的 所以他的印象會特別的深刻 對 他也能夠簡單的這樣子 照著我們所 所成全他的方式 他也能夠來操練來摸索神 對 世主 並且呢 我們 我們在 無論是 我們是要怎麼樣的來操 來實行這樣的家聚會 非常多說 我們需要先成為這樣的人 對 我們需要先成為這樣的人 對 我們若是 我們若是上主 我們上主是 是怎麼樣的人 我們所賠出來的人 也是如何 對 是不是啊 我們所賠出來的人 就是我們的父子 對 你看我們 我們要 不僅就是我們與這個 小狼的關係 要層層的遞進 從這個朋友 帶成弟兄 對 更是 領受一同的負擔 成為同伙 對 這中 我們要做什麼呢 還是做主的門徒 對 要做主的門徒 對 從這個 同伙到門徒之間的差別是什麼呢 對 是什麼呢 就是呢 同伙是領受同一個負擔 對 但是呢 或是我們 我們 我們那個 與這個 弟兄 與我們的小羊們 能夠 這個 在同一個負擔裡 我們與他是 一是一樣的 我們在同一個行動裡 對 施放主 那我們就做主的門徒聊 對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負擔想交通給大家 就是 我們需要人人慶功用 對 在場今天有非常多的一雙姊妹 我們都是出來的一種的代價來到這裡 對 但是 也許我們 有些人都會覺得 欸 為什麼我們站在場台上 為什麼我是坐在下面聽呢 好嗎 但是我們都要看見 我們都能夠盡我們的功用 好嗎 我們可以一同來 來找讀出的經節 馬太福音 二十八章 十八到十九節 看到了我們可以一同的讀 這個在書報裡面也有 天上地上一切的全民都賜給國僚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做成的門徒 讓他們進入福祉聖明的秘密 對啊 就像 就是 主已經把這美好的應許 賜給我們了 我們都有 他的權力 我們都是他的肢體 所以我們都能夠去 主說我們都能夠去欸 不管是坐在地板 或是坐在這位板 我們在這裡 每一個的 每一個的弟兄姊妹 兩個都能夠去 主已經把這美好的應許 賜給我們了 我們今天在這裡 都不受人的 非常地摸足 主今天 將我們 擺在這裡 都是接受 這個王子的訓練班 我們在這裡都是做神的 以色列 就是神的王子欸 並且神把這個王后的位分 不同一次貼 把這個王后的位分 賜給我們 哇 他說什麼呢 在以色列記四章 十四節下 他說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為了現今這樣的時機嗎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過一種的生活 在這裡 有這個超 能夠付代價來做這個 家出的實行 然後都是 寶貴我們 王后的位分 在這裡接受神的操練 你看 並且我們不僅是 神的心 這意義不僅是 這個 得著單個的屬靈大漢 他更是 更是 要得著一個 團體的祭司體系 不要我們每個人 都能夠排下我們的功用 也許 我們 在我們的弟兄之家 姊妹之家 會有 有一些軟弱下沉的 都沒有關係 我們不僅要得 我們自己要出去 得著他們 得著心人 我們更是拉著我們的同伴 拉著我們的同伴 一同的出去 在詩歌中 他就說到 在身體裡 將你尋見 也許我們自己是 非常的 有時候會軟弱 但是呢 我們就在身體裡 一同配搭 也許就在 與弟兄們的交通裡面 與姊妹們的交通裡面 我們又重新 恢復對主其出的 阿 所以就借著身體來奉獻我們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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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 Amen Amen 而且呢 覺得最後我們眾人都能夠 保安家居會的實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許有些人 他們是對主非常有負擔的 就是上的主是非常有心願的 但是他們不知道如何正確地來施奉主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家居會的實行裡面 照著神 用神的話來餵養人的時候 Amen 我們 我們就覺得 我們平常的這個屬靈的流入 我們讀主的話 好像就是每一句話都是像我們說的 主的量光就要加給我們 我們目前需要有這個屬靈的流入 更需要有屬靈的流出 而且我們一同這個活水 活水又怎麼是活水呢 就是它不僅有流入也有流出 而且就算我們的生命是一個 在一個正常的伴手之下 Amen 謝謝主 好的 最後呢 最後我們再交通一次這個 今天的負擔 Amen 就是我們在這裡都有這個王后的位分 Amen Amen 我們都需要敬我們的公佑 Amen 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敬我們的公佑 Amen Amen 今天我們也許我們經的信息都會過去 Amen 這個其實會不會 也許好像沒什麼印象 那盼望我在今天在這裡 給大家一個印象 Amen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敬我們的公佑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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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已經把這美好的應許賜給我們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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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能夠一個一個出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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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 然後我剛才在唱詩歌的時候 我就非常摸著這個詩歌的第二節跟第四節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跟今天的負擔連結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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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所靈外的需要在靈中再沈醒 因為聖宗大靈的感覺 聖宗大靈的引導 神才知道如何來正確的合適的餵養人 謝謝主 Amen 我們現在楊楊的來討讀馬開福音28章18到19節 那討論完之後 我們在它的上面的